好,那我把这种简单的都已经摊平了 就堆在这里 好,那然后 其实这些是 路灯路牌跟路牌的杆子 然后这个是马路人行道跟其他的这些东西 那 其实是可以把它们 这次Pack过以后又重新排一次 那其实事实上是可以把 比方说像这两根也把它搬过来 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塞得下 有点难 会突出去 诶,等一下 呃,好,算了 因为其实那两根杆子只要留一根就好了 当时做的时候应该只需要留一根 好,那我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 一个结构 所以 可以group这一整区 那刚刚好像我 是不是好 忘记有没有group过一部分 所以你可以先ongroup 再group一次 那这一组就是算一个 那 然后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里塞得下吗 这里塞得下吗 有点危险 不过明明强强好 可以 这边我也把它group一个 然后再全部 好,所以 现在变这个样子了 好,变这个样子 嗯 嗯 我刚group它都没有拆散 有没有发现 这个 group过的 没拆散 这个group过的也一起 好,但是它其实呢 呃,没有办法做到最精准的排列 好,你可以发现这里是空的 事实上还可以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好,那这个当然就先丢旁边 我只是先把它排起来 我们来看最后剩下的东西 好 呃,最后剩下的东西 这个东西好处理 只不过 做的时候很讨厌 制作的时候 在要把它拆平的时候 要做很多次这个操作 选点 点这里 按着Ctrl 选parligan 按加 Star Relax 要不断的做这件事 当然 你也可以说这个东西 我事后再来复制 只要留一个 事前都把它删了 只剩一个 好,但我没有删 所以现在就变成要这样子 嗯,少选一个 加 好,那 好,当然另外一个选法 其实这个 这个物件应该这样选比较快 这样就好了 好,就是Element模式 平面RELAX Element模式嘛 平面RELAX 平面RELAX 好,OK 那 需要刚刚那个操作的是这个 刚刚那个操作会需要的是这个 这个就比较麻烦 点 Element模式要关掉 选点 按着Ctrl 选面 按一次加 这半边 取得这半边 Element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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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点,面,点 展开 Start Relax 好,会一直在做 这个操作 好,那 大概就是 这里最后三个 好,把这边拆完 那我现在先不继续拆那边 所以我们先看这一个 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就摊起来会有点麻烦 先把这一堆 通通搬到旁边去放 反正这个最后再pack一次 把所有的球排在 圆盘排在一起 这个呢 你把它放过来 Start Relax 就知道 为什么说会比较麻烦 因为 你这个物件的造型 比较复杂 好,那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切开上面 Element模式 关掉 这里跟这里 Ctrl B Start Relax 躺开 看看有没有要拆的 由这里 这是折进来 这里折进来 所以折进来的地方 要拆开 好 接近差不多了 那大概这样子 所以这样差不多可以摊开 好 老鹰的结构 当然会受到一些压缩跟 的关系 不过这里 还好 因为这是石雕纹 所以留下机枝 留下降就可以 好 这个留下降就可以 那这边 有一样的 状况需要处理 好 可以 就是这一个 Element模式选它 这个 好,拿去 这里 好,有没有 几乎是一样的结构 好 那要拆开的地方 那要拆开的地方也几乎是一样 好,大概这个多了这一个 这里也要拆 这里也有一个看不见的 等一下再来处理它 它叠在里面了 Ctrl-B Ctrl-B 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Edge 好,那 那 事实上这种造型 我比较建议 该在这样子处理 Ctrl-B 一边一个 好,一边一个 那这样就很好弄 这里要整 再让它RELAX一下 摊开一点点 这个也是 OK 好,那这样也比较好排 就是 不要有角度 第一个是比较好排 第二个比较好辨识 OK,所以我剩下 三个 圆排要处理 那我把它拆剪完以后 我们就要进入 最后的大排列 以及 回复Map Channel通道1 继续 好,好,好 好,好 好,好